文化和口诀都被翻译成了藏文 现在也可以看到 与此同时 尊者也讲说了一些有关绿典的内容 不管怎么说 九五节来到藏地之后 原本心里有一些弘法力胜的想法和打算 比如说上堂课我们提到 小乘有四个根本部派 大众部 说一切有部 上座部和正两部 而当时藏地的僧人所受的出家戒 全部都是来自说一切有部 而九五节想要将另外三个部派的戒传 也都传入藏地 这样一来藏地就可以完整的具备三个部派的僧团 但是呢 由于在此之前呢 印度的部派之间就有互相争吵不合的先例 因此呢 总部派就觉得藏地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 就制止了九五节建立四部僧团的打算 所以呢 甚至今日呢 藏地所有的僧众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僧团 总而言之呢 九五节的这种种种计划呢 最后呢 最后呢 都未能实现 连他自己也感叹到啊 不让我讲秘法 不让我讲这个朵化金刚歌 现在连僧团也不让我见 那我来藏地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呢 几十年之后 米雷尔巴尊者也曾经对刚博巴这样说过 藏族人太笨了 不让阿底侠尊者这样的精通密法的人 讲说密法 简直就是愚笨至极 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接着来说九五节 九五节住在拉萨的这段日子 生活还是很充实的 他每天都在不停的转绕 大招四天天转日日转 而莫医师有一天听说 之前九五节在三耶寺转绕的时候 有人看到他不是双脚走在路上转 而是在半空中绕着三耶寺转 所以莫医师也是特别的好奇 心想会不会在拉萨 也能看到这样这种神奇的事情呢 于是他就偷偷的跑去观察 一看果然 九五节在半空中绕着大招四转 无论怎么样 总之九五节天天绕四的这个举动 感染了很多的人 大家都想学习这种绕行的法门 或者说是了解一下绕行的功德和方法 于是九五节就说 在所有有为的善业里面 没有一种行为能比绕行更增长一个人的福报 比如我们在印度 曾经有很多人因为绕了某某寺院 或者某某佛塔的缘故而成就 这种成就者大有人在 又或者呢 有些人因为绕行治好了腿肿等等 疾病的也都不再是少数 听他这么一说呢 越来越多的藏族人就开始转绕这个寺院和佛塔 包括现在呢 大家都去藏地的时候 都会看到很多的藏族人 每天都在不停的绕行寺院 佛塔 神山 马尼石等等 什么都绕 这可能也是来自阿底下尊者的启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古印度呢 就有绕行的这种习俗 而且我们在佛经里啊 会经常看到一些 比如绕行佛塔三圈 然后呢 在鼎里的类似的这种描述 但是呢 这个传统呢 在汉地并没有流传的特别广 只是藏地有这样的习俗 所以呢 这很有可能是跟九五姐有关系 除此之外呢 九五姐在拉萨的时候呢 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九五姐每天就这么绕着大招式 心想 以前的这个占卜建了这么好的一座寺院 那在这个建造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有趣和神奇的故事 都不知道他建造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就一直都在琢磨这件事情 当时在拉萨街头 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女乞干 他呢 他呢 就每天坐在街头 以织毛衣 毛线为生 风风跌跌 衣衫蓝绿 所以呢 人们称他风女 他织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有的时候呢 不管你给多少钱 他也不卖 有的时候呢 就算分文不收 他要送给别人 不管怎么说呢 有一天呢 九五姐碰到这个 碰到那个风云 他就把九五姐叫到路边的一个角落里 低声的说 你想不想知道这个大招式是怎么建成的 听他这么一说呢 九五姐就知道 他是绝非凡人 可能有点像是鱼前女或者空性母之类的人 虽然呢 当时在街头没有办法对他行大礼 但是呢 九五姐默默的对他心怀恭敬 心中对他 有俯首礼拜 然后呢 回答他说 当然想知道啊 于是呢 这个风女就说 那您就去大招式里面 找到一根有标记的柱子 然后呢 在他下面 往下挖大概两米左右深的这个位置 就能找到相关的文献 藏在那里 但是呢 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九五姐听后呢 立刻赶回了大招式 挖地三尺 果然呢 就找到了那本文献 但是呢 九五姐发现啊 有一个神仙 保护着这个小包子 当时呢 这位神仙就 对九五姐说 您可以把 这本书拿回去抄写 但是只有一天的时间 能抄多少就多少 过了今天就没有机会 于是呢 就是九五姐就赶紧叫来 侍者南角部等人 一共四个人 抄了整整一天 因为时间仓促了 而且呢 纸墨也不够 虽然有些 啊 潦草 但是呢 绝大部分都抄好了 剩下一点点没有抄完 不管怎么说呢 最后 九五姐把这个文献呢 缓了回去 然后呢 把这个手抄本呢 交给了南九巴 啊 吩咐他说啊 这部书的这个守护神 有点厉害 你一定要 啊 看管好 而至于这位鱼钱女的事情呢 他却只字不提 直到有一天呢 九五姐突然说 啊 那个鱼钱女 缘寂了 我看到很多天神 过来迎接他 南九巴就问 什么 鱼钱女啊 谁啊 九五姐说 就是那个街头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那个风女啊 于是呢 南九巴就特意跑去街头 发现那个鱼钱女 果然 刚走不久 那么这部文献 就是一部 福藏法 啊 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 所以呢 第一圣讲公康主仁伯齐 所写的白福藏诗 传记当中呢 阿底下君者也被 类为福藏诗之一 当然了 关于这个福藏法呀 有许多许多 非常神奇的故事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讲 就这样 九五姐呢 大概拉萨呢 呆了一个冬天 春暖花开之后呢 我 抢救主念 迎请他 前往圣地扎耶巴 在那里呢 尊者传授了一些灌顶 而且翻译了很多密教的成就法 据说呢 也正在这个地方啊 他讲述了著名的 噶当祖师 问道路 接下来呢 不久之后 九五姐一行人啊 再次启程 前往捏塘 所以呢 九五姐 人生的最后的时光呢 基本上都在 据塘 渡过的 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听说 九五姐住在据塘 都不远万里 慕名而来 其中 不乏 很多名师 大德 当然了 九五姐的弟子 大人物 哭顿也来了 而且呢 而且呢 还有很多在家人 密咒师等等 总之呢 形形色色的人呢 都敢来 此地 于是呢 九五姐呢 就按照每个人 不同的需求 给予不同的 教授 但是呢 总的来说呢 对僧俗二众 讲说最多的 还是归一法 归一界的利益 还有相关的学处等等 所以呢 这么一来呢 大家在私底下 又把九五姐的名字 改成了 归一师 这段时间呢 藏地很多的名师 都来到了这个聂堂 他们纷纷 请求九五姐 广说 般若八千诵 那九五姐呢 就问大家 你们想让我 让我知道的 这个内容范围来讲呢 还是 以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呢 众人答道 就按照这个 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吧 于是呢 九五姐就只是 按照内容的范围 非常简要的 大概的讲了 讲而已 很多的名师就听了之后呢 就十分的不满意 有的甚至就离开了聂堂 人们都说 这也讲得太简锐 太简短了 当时呢 据说在场的纳索医师 有点像是开玩笑似的 对 库敦 说道 九五姐呢 教授口诀方面 的确厉害 但若是讲经论道 还是比不上您呢 库敦一听呢 马上说道 说得极是 讲经论道 还是老自我略胜一筹 不管怎么说呢 大家好像对这个九五姐 有点失望 转敦吧 这个时候呢 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心有不甘 所以呢 就再次请求九五姐 请按照您知道的内容范围 再讲一次吧 九五姐就答应了 于是呢 这一次呢 九五姐讲得非常的仔细 想尽 众人一听呢 茅塞顿开 交口称语 都说九五姐果然名不虚传 后来呢 有人把这次波人讲说呢 做了笔记 所以呢 这个讲说的传承 就保留了下来 叫做康派般若 那么大概就在九五姐70岁左右 也就是晚年的时候 他基本上 已经不太会去讲法了 只是偶尽 只是偶尔说一些道歌 这些道歌呢 后来也有翻译成了藏文 那么闲暗的时光 那么闲暗的时光里啊 九五姐会在他住所周围走一走 转一转 看着花花草草 山山水水什么的 他尤其十分的赞叹西藏的水 这么的清澈 这么的清澈透明 他说在西藏累积福德 只需要供水就足够 印度气候炎热 没有藏地这样清凉的泉水 所以呢 九五姐基本上每天都会供水 其实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供水供碑的这个传统啊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嘎南派的 九五姐就这样 每天散步的时候 有一天就想起 转顿巴说过的话 鸟唐的花连冬天都会开 于是呢 他就问转顿巴 你说冬天开了花 到底在哪里呢 转顿巴就给他看了一种叫做 刺利的食物 这种这个刺利啊 其实应该算是果实 不太算算作花 长得有点像是带刺的黄杏 反正呢 这个转顿巴就给他看了这个刺利 九五姐一见就说 好吧好吧 只能勉强算 你没有骗人罢了 不过呢 在藏地啊 的确有一些特别漂亮的花 是上好的供品 虽然你把不是花的东西呢 就是当场的花 看来你们很喜欢花嘛 那么我会加持这里 将来能够长出很多的花 所以呢 从此以后呢 直到现在 鸟汤长出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各种各样的鲜花 九五姐呢 不仅这个喜欢花草啊 而且呢 也特别喜欢小动物 每天在溜弯的时候 他都会跟不同的小动物聊天 比如说他对着小鸟啊 就问人家请问小鸟 你今天好不好啊 等等之类的这种各种对话 而且他尤其是喜欢小狗 经常呢 就把这些小狗呢 抱在怀里 一边抚摸 一边说 小狗大人啊 今天好不好啊 这辈子投胎成了这样 都会以前做的不好 所以要记住 然后呢 库堆呢 旁边看到就说 上师啊 你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做个大人物 九五姐一听 立马说道 我才不要做什么藏地的大人物 就会损坏我的慈悲心的 那之后之后呢 就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 就是不久之后 阿迪西亚就 就是卧病在床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很多人 为他修法起伏 而他本人呢 只要见到一次本尊 身体状况就会稍微好起来 但是这样反反复复啊 很多次之后呢 九五姐的这个身体呢 终于还是一日不如一日 所以后来这段时间呢 他说的很多的法呢 感觉就像临终一言一样 不管怎么说呢 在拟他的这段时间里啊 九五姐和纳索一时呢 一统翻译了很多闲密的典籍 而且呢 长久以来呢 九五姐在藏地宣讲的很多法 都是纳索一时的这个支持和请求之下 才实现很完整的 完成的 所以可以说是纳索一时是 九五姐在藏地最得力 最形影不理的一时 所以呢 人们呢 对他尊敬有加 管他叫阿舍里 也叫 也就是师父 基本上呢 尊敬他的这个程度啊 跟对这个九五姐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纳索一时可以说是 九五姐在藏地啊 最早认识的人之一 在很早的时候 有一次在尼泊尔 他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 九五姐对这个纳索说 有一位拿罗巴的弟子 就是一位班智大 叫做 噶 噶 他有一些龙树菩萨传下来的密集金刚的口诀 我一直呢 都很想接这个法 但呢始终没有机会 于是呢 他就嘱咐 纳索一时在尼泊尔安排一个人 想办法找到这位班智大 然后呢 就在尼泊尔 九五姐卧病在床的时候 尼泊尔那边传来了消息 说这位班智大现在在尼泊尔 于是呢 这个 纳索医师呢 就马上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九五姐 九五姐说呢 我已经很老了 没有力气再去听法了 再过大概十个多月啊 我就会去斗帅天 在弥勒菩萨坐前听法 虽然我们两个已经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 那五十以来呢 我们在轮回当中都是独来独往的 所以呢 也没有办法一直在一起 不如呢 你现在就走吧 去尼泊尔街这个法 不要留在我身边 听他这么一说呢 哪做一时呢 就是声泪俱响 一再的请求 九五姐 让他留下 但是呢 最后 九五姐还是说 是你把我请到了藏地 我的法脉呢 你都全部了如指掌 虽然看起来呢 你现在不应该离开 但是呢 学习大乘佛法 总是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所以你还是早做准备 早点启程比较好 在此之前呢 你要先多做一些广大的姑娘 然后呢 向我起请吧 大概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从尼泊尔那边回来的两个人 又烧信说 那奔之达呢 就快要离开 那边回去印度 九五姐得知之后呢 就 对纳苏医师说 来生呢 我会投生到这个斗帅天 名为亲近天子 那等我离开 离世之后啊 您就 您会绘制一幅我的画像 在他这个开光的时候呢 我会回来的 从斗帅天来到这里的 我们会再见面的 无论怎样呢 就当时的这个纳苏医师呢 就心里都是 万分的纠结 百感交集 一方面呢 就担心那位班智道 回 就是 回了这个印度之后 就更难领受这个传承 另一方面呢 又担心 自己一走呢 九五姐就圆界了 万般为难之下呢 人都 日渐 消瘦了下来 最后呢 还是九五姐帮他 做出了决定 让他 即刻 启程 启程 前往 这个 尼泊 所以可以说是 那座医师呢 可能 陪伴在这个九五姐身边 时间最久的一位 在他后来 撰写的一篇 对九五姐的这个赞颂当中呢 是这样说的 在我医治您的这十九年当中 从未见过你的身与异 有任何问题 或者不妥当之处 那么关于这个 纳粗医师 没能陪伴这个九五姐 走完 人生最后一段 时光的这个 这件事情 后来这个 嘎丹派 有些人认为 这个纳粗医师呢 太不讲义气了 没有守住三明夜 类似的一些说法 总之呢 有点像是指责他的意思 但是呢 后来嘎丹派 著名的善知识 夏拉瓦大师 就批评 这些人说 我们现在能够有 这些许的这个福报 都是源自 纳粗医师的恩德 所以呢 我们这些嘎丹派的人 都是太爱 太爱说三道四 搬弄是非了 不管怎么说呢 在九五姐 快要这个圆祭的时候 很多弟子都聚集在一起 不知道谁会来 接这个尊者的衣布 当时呢 纳粗医师就说 虽然我说不准 但是 我学过的所有的法里面 都有过这样的教导 我们得到的所有的功德 无论是大小 全都来自于上师 那么在城市上师这方面呢 我想没有任何人能比 中文章帮做得更好 所以说要接一波的话 我想它是最适合的 这么一说呢 就很多人就表示赞同 据说当时大人物 库敦也在场 他就说 中文章帮怎么可能接这个尊者的衣布 要论接一波 也理当有武 库敦大爷来接才行 后来呢 九和节 临终之时呢 把一些比较亲近的弟子 都叫到跟前 一一叮嘱 尤其是对南卓巴 广包网二人呢 特别嘱咐到 你们后半生呢 不要离开转顿巴 他们两听了 就觉得奇怪 同时师兄弟 为什么我们去 要去医治转顿巴呢 求我解释他 因为我会加持他 随后呢 尊者又把转顿巴叫到跟前 转顿巴呢 见这个九和节 时日无多 难掩心中的这种悲痛 对九和节说道 如果您不在了 那我还能医治谁呢 九和节说 我走后呢 你要以经典为师 而且呢 在还没具备这个神通之前呢 不要做太多利益众生的事情 另一方面呢 你要尽量的去弘扬佛法 但你要知道 佛法的心圣在于僧团 僧团的心圣在于每一位 持戒的僧人 所以呢 将来你要努力的 培养更多的持戒僧人 那么为了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环境 您就需要建立一座寺院才行 我们对吧 听到这句话 压力深大 觉得肩膀上的这个担子 一下千斤重 立刻说道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一来呢 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二来呢 我就是一个在家居士 三来呢 我也是两袖清风 所以呢 您的这个要求可能很难做到 这时候呢 就是求我姐说 你不必担心这些 就尽管放手去做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帮忙 那求我姐都这样说了 怎么对吧呢 也就不敢再推辞了 只好答应下来 然后呢 她说 希望来世能够再见到你 求我姐点了点头 之后不久呢 求我姐就这样圆寂了 求我姐圆寂之后呢 曾经有人问过她 圆寂之后要如何处理比较好 求我姐说 涅槃经里面怎么处理佛陀的遗体 就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就可以 所以呢 求我姐圆寂之后呢 就在碾堂火化了 火化之后呢 就会有骨灰嘛 于是呢 趁着大家都在吃午饭的空档 库敦呢 就拿着一个铁夹子 走向这个火化壶 火化那个炉 说道 要是我现在不拿的话呢 待会儿 转敦就会把全部拿走的 这样一来呢 我就分不到一点骨灰了 所以呢 她就趁着大家忙着吃饭的这个功夫呢 抓走了一把 求我姐的骨灰 后来呢 她也用这些骨灰一点一点 做了很多的擦擦 放在藏地 许多不同的地方 正因如此呢 求我姐的这个设立啊 才能够遍布整个藏地 所以呢 这也必须感谢库敦的功劳啊 那么 至于后来 怎么分配给大家 纠结留下来的佛像等等遗物呢 我们今天就先不细讲了 所以呢 这个阿地霞尊者的医生呢 非常概括的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如此 当然呢 她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成就事迹和维业 我们都没来得及细讲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呢 讲到这里呢 大家应该不难体会到啊 阿地霞尊者是绝非凡人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她就是一个 印度和藏地的 这个佛法当中呢 最重要的一位大德 从佛法事业来讲的话呢 她是后来无数高僧的 伟大恩师 传承大师 从个人的羞耻和品性来讲的话呢 她是一位无比调柔 慈悲 心怀一切众生的大成就者 我们记得 在后红旗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整个藏地的这个佛法 可以说是群魔乱舞 一片狼藉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阿地霞尊者呢 虽然已是年过半百 但是呢 仍然一无反顾的背井离乡 来到了偏远的藏地 交给了藏人正性的法教 规范了戒律 整治和肃清了整个藏地的佛教的气氛和环境 他先是把最基础最根本的佛法内容 因果和皈依细细的讲给了藏主人 然后呢 又次第的宣讲了菩提心的修行法门 所以呢 直到今日呢 无论我们跟随的是藏传的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传承 刚开始入门和实修的时候 我们最先接触的皈依 以及后来学习的转新司法 或者说是四共加息 也就是人生难得 因果业力等等 这些内容呢 大都来自于噶当派 也就是阿底下尊者 留下传承当中 还有呢 所谓大乘法教的根本 也就是菩提心的教授里面 比如说因果欺之也好 自他平等也好 自他交换也好 这些法门呢 所有这些非常系统 有步骤的修行方法 也都是阿底下尊者留给我们的教授 不仅如此呢 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 藏传佛教与其他的佛教宗派 非常与众不同的一点 就是他所强调的一种 大小密三乘兼修的修行方法 换句话来说的话 藏传佛教 绝不只是专注于学习 大乘或者密乘 而是要求我们把三乘所有的法教 全部融合到一起来修行 而这些将所有的教法 毫无遗漏 全部融会 而且呢 又使其不相违背的 独特的修行方式 也就是深受阿底下尊者的影响 换句话来说的话 今天的这个藏地 能够发展出这样一套完整全面 而且融会贯通的修行体系 很大程度上都是尊者的功劳 虽然呢 卓伯教当年并没有在藏地广传秘法 但是呢 他的这种佛行事业 以及他留给后人的法脉传承 丝毫不会影响他 对藏传佛教的这种贡献 和他在藏传佛教当中的地位 直到后来呢 藏传佛教能够根基稳固 新盛发展 并且广传也都和这个阿底侠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 纠结他本人的性格和为人 当然呢 他本来就心地善良 然后呢 加上他对这个菩提心的羞耻 可以说他的这个慈悲 以及菩提心的这个教授 深深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藏族人 可以说是流进了藏族人的血液里 千百年来呢 就算是那些在藏地不识字 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 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老人家们 也都能够心怀众生 时时刻刻为了一切如母友情 而去不断地去祈祷和祝福 他们对所有生命的这种 尊敬善意 这种发自内心最深处的 无限广大的慈悲心 我想很大程度上 都是来自求解的影响和 他留给藏族人的无限的加持 如果说藏传佛教的这个乾红旗 有祭虎大师和莲花圣大师这样的 大德 那么可以说阿里夏尊哲就是后红旗的 奠基人和里程碑时的导师 虽然他没有像莲师一样 展示种种的神通变化 但是他的慈悲善良 调柔智慧和海纳百川的这种胸襟 又是另一种不可思议的视线 也是这个世界上万劫难遇的一位大师 同时也是值得我们生生世世去学习的典范 如果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见不到文书菩萨 或者观音菩萨等等这些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菩萨 那么我想可以这么说 阿底夏尊哲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观音菩萨活生生的一个化现 其实观音菩萨是谁 他并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神 实际上他真正的意义是菩提心的化现 或者说是把菩提心人像化了而已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的心念完全就是菩提心的话 那他就是观音菩萨本人 如果每一个人都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本人 如果说有一个人只是在某一瞬间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那一瞬间他就是观音菩萨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阿底夏尊哲 他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展示出一个 现实生活中的热腾腾的菩提心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菩提心 并非远在天边 它可以就站在我们面前 它也可以完全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当中 所以说菩提心并不是一种理论或者书中的一种道理 它是一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生起的心 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人生的准则 也可以成为我们每天活着的一种心态和思想观念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往昔不同的这些大德 他们的这种性格和作风 并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他们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展示给我们佛法的真意和修行的要领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一直看到这些大德们 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这种慈悲和那些身体力行的教导 那么我们哪怕是仅仅学到了一点点 我想都会终生受用 甚至因此而有所成就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再多讲一些阿里夏尊者的故事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 今天已经说了很多了 我自己也很累了 所以就先讲到这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明镜月功德日 善恶行成一千万倍 求戒拜颤除诸杖 棘手礼拜观音前 千处有求千处印 灭罪消灾最吉祥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灾界 即礼拜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7月20 星期四 8点半传授八观灾界 13点30分大悲战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公募福恩 慈悲至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即佛学讲座 日期8月6日星期日 上午9点 传授八观灾界 即蒙山诗时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下午2点 佛学讲座 讲题阿弥陀佛48大月 恭请战江法师主讲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很多人都有听过 大制度论卷三的祭颂 孔雀虽有色眼神 不如鸿湖能高飞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如出家功德神 世人虽有富贵力 不如学到功德神 世人都欲想富贵 可是富贵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生困境 桃园佛教联社举办第六届短期出家戒会 借期于国立7月3日至7月9日 共7日 将提供在家众能战舍成熟 体验出家人的生活 并培养未来是出家的菩提善音 借期首日 各年龄层的戒指们收摄身心 报到领取寺院提供的身符 并在替下三千烦恼寺当中 也表示正式踏入出家修行者的生活 在编班后 借子们开始学习基础的佛学入门行仪教授 即行如风 坐如钟 卧如宫 利如松 举帆 杨梅 顺目 在一举手 一头族 都涵瓜出家人应有的戒律和威夷 好来 到压的时候 压庆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方长方好了 方长方好了 桃园佛教联社住持明矮法师 特别趁此姻缘为戒指们 针对短期出家的内涵 意义戒法 功德利益的开示 并以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作为学习的态度来勉励 但在座各位 觉得大部分都是初学者 那很多的佛门规矩 佛门行礼 佛门的教理 都必须要仰仗善知识来引导 那各位呢 来学习的时候 我以华严经 善财同子五十三餐里面 他有特别亲近文殊 我们这个开堂师傅呢 也到时候也会来要求 于善知识的教导 要依教奉行 要教我们怎么合掌 教我们怎么放掌 威仪该怎么走 我们就在这短短的七天内把它学好了 将来都能够受用一辈子 入佛门 我们都可以说要依教奉行 不要为什么规矩得这样 为什么得这样 没有为什么 你有很多的为什么 你就有很多的执着 你能够依教奉行 你才能够破烦恼 这一定要特别的把它挤住 佛寺举办短期出家 是现代佛教的一种方便法 让在家居士 有姻缘体验出家生活的宁静与淡佛 也让世人对现代佛教 弘法的事业 有正确的认识 并断除世俗五欲的贪染 期许透过短期出家的殊胜姻缘 能造成菩提 并喝誕如来佳业 一起为佛教 为众生而努力 更续佛会命 大专访您 生命电视 桥园采访报道 说到回忆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 佛法修行的第一步 应该学到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皈依 根据噶刚派的传统 因为巨德的上师 带领一名巨弃弟子的时候 需要按照佛法的四弟 慢慢地来教导他 而且一切修行的开头 就是皈依三宝 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前在康区有一个人 想要在一位上师面前领受教法 他跟上师说 您一定要从头教导我 于是上师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但就在上师打开经书 想要开始讲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问题 可能因为这个上师没有太多的修行经验 或者什么原因 因为很多佛经的开头 写的都是梵云 藏云 还有续分等等 这位上师呢 他就实在不知道 哪一段才是真正的开头 直到最后呢 也完全没有找到开头在哪里 后来呢 有人请教了波多大师这个问题 波多大师说 佛法的开头 就是从皈依开始 那么在皈依之后 第二步就是要顶礼三宝 所以呢 卓姐在全文的这个手句 写到的就是顶礼三宝 或者礼敬三宝 那为什么卓姐要先 最先写到顶礼呢 这里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 有关顶礼的两种必要 一方面呢 这符合了所有大德和圣者 一贯的做法 另一方面呢 通过手句顶礼 可以令所要开始 或者将要去做的事情 终得圆满 不至于在进行的过程中 出现什么障碍 阻力导致呢 最后前功尽弃 或者半途而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基本上 在做善行的时候 尤其是比如说 行使佛法 讲法 著书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一些障碍 比如说 每次讲这些比较大的课程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些障碍 甚至有的时候呢 一些佛形誓言 会严重到 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这些障碍里面呢 其实很多都是由于福报 福气不够而造成的 或者也可以说是 曾经的一些恶因 而导致的恶果现前 所以想要避免或者说 消除这些恶果障碍等等之类的问题 唯有通过累积自己的福德 增长福气来化解和消除 从而呢 使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顺利圆满地完成 那鼎以理赞三宝 实际上就是在累积福报 这种方法呢 其实就是通过自然规律 或者说是缘起的力量 因过缘起的道理 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那鼎以的对象又是谁呢 就是三宝 通常在佛教当中呢 无论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之前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都是归一三宝 然后在礼拜和姑娘的三宝之后呢 才正式开始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这是所有佛教宗爱都通用的一种规矩和做法 说到鼎里呢 据说阿底小尊者也有一尊小佛塔 他平时呢都会随身攜带 然后呢 每每遇到一点 一点点这个令他不安 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呢 他都会拿出小佛塔 然后呢 在他面前献功祈祷 之后呢 他的心里就马上就会觉得比较踏实和放心 所以直到今天呢 就会写事业的影响和这种流布啊 有多么广大和深远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由共睹的 不管是他写的著作也好 还是其他的任何佛心实验 都是那么广为人知 深入人心 历经千年 仍旧为人传颂啊 这一切都证明了 他的所作所愿 全部如他所希望的一般圆满实现 当然呢 这不仅仅是尊者自身的力量和家势 同时呢 也是他不断的吸引三宝 供养三宝 累积福报的实际证明 而纠结的这种对三宝的这种信心 是建立在全方位的 透彻的了解三宝功德的基础上 通晓有关三宝的所有知识的情况下 才升起的一种全然的信心 不是像我们这样啊 只是比较表面的 没有深入学习的那种 经不起太多的考验 甚至呢 还有一点情绪化的信心 纠结的信心的那种层次 深度和质量 都是我们应该去学习和效法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